这个世界上,路只有两条,要么卷着死,要么就是另一批蹊径。 在娱乐圈里,想要获得关注度,就要学会炒作自己。 近期,李线和网红小雪·Winama的绯闻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李线的工作室一直未对此做出回应。 最近,小雪突然发文晒出一盒橘子,配文称其为止吐神器, 这一举动震惊了大家,引发了一些网友猜测,小雪是否怀孕,需要使用止吐工具。 有网友喊话李线出来说明情况,然而也有人表示, 小雪可能只是晕车,需要使用止吐工具,并没有怀孕的可能性。 从小雪最近晒出的照片来看,她的身材还是保持得很好,并没有怀孕的迹象。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李线和小雪的绯闻已经传了一段时间了, 但李线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而小雪则时不时地暗示两人的关系, 这样粉丝们感到困惑和无措,纷纷向李线的工作室寻求解答, 然而工作室的态度与李线一致,即已读不回。 李线和小雪的恋情传闻起源于网友发现两人的IP地址多次重叠, 并且,小雪在分享的做菜照片中出现了李线喜欢的菜, 而这些菜的做法非常冷门。 小雪还透露她的男朋友是湖北人, 并晒出了和男朋友的聊天截图,男朋友的网名叫做依修。 网友们也找到了依修和李线之间的关联, 各种细节让网友们猜测小雪就是李线的女朋友。 绯闻曝光后,李线一直没有回应, 但明显的是,李线开始频繁发自拍, 似乎是为了防止绯闻影响自己的人气, 因此频繁更新社交媒体。 网友们也表示,如果没有绯闻的话, 直接澄清就好了,为何要频繁发自拍来稳定粉丝呢? 今年8月,有狗仔为李线辟谣, 称没有在李线身边看到绯闻女友, 然而人们仍觉得两人之间有些不对劲, 否则李线不会一直躲避回应。 很多网友认为李线是良可兼得, 一方面频繁发自拍讨好粉丝, 一方面暗中秀恩爱配合绯闻女友。 今年10月,李线晒出了夫妻照片, 引发了粉丝们的尖叫, 然而网友们发现, 这只是李线为了配合小雪秀恩爱而做的, 李线自拍曝光的黑色手机壳和小雪之前的白色手机壳似乎是同一款。 还有网友扒出, 尽管李线的大号一切正常, 但疑似他有一个小号, 这个小号的IP地址也在北京, 并且关注了李线的同学和多个网红, 年龄与李线相符。 该小号使用了亲爱的热爱的中寒商言李线氏喜欢的城堡图片来秀恩爱。 粉丝们发现后纷纷表示失望, 许多粉丝是因为喜欢韩商言这个角色才成为李线的粉丝的。 小号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在伤害粉丝们, 而当粉丝们失望之后, 这个小号直接将头像换成了城堡图片, 这种行为似乎是在暗中秀恩爱, 并不关心粉丝的感受。 然而也有网友表示, 如果这个小号真的是李线的, 就没有必要故意更换头像来激怒粉丝, 但是从小号关注的人来看, 并不像是有人在座自导自演。 后来李线在直播中也没有回应恋情传闻, 反而表示自己喜欢听奥尔宇弊音乐, 并学会了网上流行的穿意方言, 而恰好小雪是重庆人, 各种线索仿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李线直播中对粉丝的宠溺行为被解读为 他既想要流量和粉丝, 又渴望谈恋爱。 实际上, 现在网友对明星恋爱已经接受度很高, 只要是正常健康的恋爱方式, 大家都可以理解和接受。 隐藏和隐瞒反而会引发网友们更多的猜测和揣测, 建议李线早点站出来澄清, 以免耗尽粉丝的热情并损害自己的声誉。 11月6日是演员杨子的30岁生日, 好友李线在微博发文为他庆生, 杨子老师生日快乐, 万事顺遂。 这是李线连续第六年, 在微博为杨子庆生。 2018年, 两人合作了电视剧《亲爱的》, 热爱的, 在剧中扮演情侣。 该剧改编自莫保飞保的小说《逆之顿鱿鱼》, 讲述了软蒙学霸童年杨子是, 对热血青年韩商言李线是一见钟情并甜蜜倒追, 二人日常相处中, 甜蜜碰撞, 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互相扶持, 最终韩商言在童年的陪伴与支持下, 带领K与K战队成员实现冠军梦的故事。 亲爱的, 热爱的, 在2019年首播, 获得高人气, 杨子与李线也被粉丝嫩逆称为童颜夫妇。 2018年11月, 李线首次在微博为杨子轻声, 祝杨子老师生日快乐, 你是最好的童颜。 之后, 他每年都记得给杨子送祝福, 被亲爱的, 热爱的粉丝称为最强受后, 令网友们兴奋不已, 纷纷留言表达对这个童颜夫妇的祝福。 他们在亲爱的, 热爱的钟饰演的角色, 好评如潮, 杨子和李线的名气也水涨船高, 而他们之间的友情也逐渐深厚起来。 回顾李线第一年为杨子庆生的画面, 依然令人捧腹。 当时, 李线晒出了杨子的美照, 并幽默地为他辟了一双超级长的大长腿, 引得网友们捧腹大笑。 随后的每一年, 李线都没有落下为杨子送上祝福的机会。 尽管两人后来很少晒出铜矿照, 但这并没有影响童颜夫妇的CP粉对他们的热爱。 李线刚刚过了32岁生日, 杨子也按时上线为他送上祝福。 这两人对彼此的用心让人感动, 也让人期待他们下一次的铜矿。 除了李线, 演员刘涛也连续七年为杨子送上生日祝福。 他写道, 奔走在热爱中的公主长大了, 希望你永远幸福, 漂亮, 心存挚爱, 小杨子生日快乐。 刘涛对杨子的爱意一于言表, 两人的感情非常好。 同时, 杨子工作室也发布了多张生日写真美照, 展示了他的迷人魅力。 总的来说, 杨子的生日受到了众多好友和粉丝们的热情祝福。 李线, 刘涛等人连续多年为他庆生, 展现了他们深厚的友情。 近日, 社交媒体上流传了一则 有关演员杨子和李线的消息, 称二人疑似将搭档出演电视剧《国色芳华》。 然而, 这一消息却引发了李线的粉丝不满, 一些粉丝表达了对此合作的质疑, 甚至表示他们不相信李线会接这个剧本。 此外, 李线的工作室也发布了一则消息, 承诺将及时向粉丝们通报最新动态。 值得一提的是, 11月6日, 李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为杨子庆生, 这已经是他连续6年为杨子庆生, 两人曾在电视剧《亲爱的》, 热爱的中有过成功的合作。 这一消息的传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吸引了众多网友的目光, 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这一事件, 以便更好地理解背后的种种情况。 首先,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杨子和李线各自的背景和事业。 杨子是一位备受欢迎的中国女演员, 以其出色的演技和多部成功的电视剧而闻名。 他在演艺事业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备受观众喜爱。 而李线, 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 同样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他在多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也赢得了观众的赞誉。 两人合作的《亲爱的》, 热爱的在观众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也让他们的合作备受期待。 然而, 有关两位演员合作出演电视剧《国色芳华》的消息, 却引发了李线粉丝的不满和疑虑。 一些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直言他们不太相信李线会接受这个剧本。 这一反应可能源于李线之前的职业规划和影视作品选择。 李线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 他的演技备受称赞, 但他也一直保持着相对低调的公开形象, 更加专注于影视作品的质量而非数量。 因此, 一些粉丝担心, 如果他接演了这个剧本, 是否会对他的事业发展和演技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 李线的工作室也发布了一则消息, 承诺将及时向粉丝们通报最新动态。 这种及时的互动与粉丝对明星的关注和期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这种开放和透明的沟通方式有助于增加粉丝对李线和他的工作室的信任感, 同时也让他们更了解李线的职业动向和决策过程。 此外, 11月6日, 李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为杨子庆生, 这已经是他连续6年为杨子庆生。 这种友情的表达也引发了粉丝的关注和热烈讨论。 两人的友情和合作关系不仅体现在工作中, 还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延续。 这种真诚的友情关系也让两位演员备受粉丝喜爱。 总的来说, 杨子和李线的合作消息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展示了明星与粉丝之间的互动和联系。 不同的声音和观点是社交媒体上常见的现象, 但这也反映了观众对演员的期望和关注。 粉丝们的热情和关心对明星的事业和生活都有积极的影响, 而明星本人也通过不断地与粉丝互动和保持透明度来维护这种特殊的关系。 最后, 让我们继续关注杨子和李线的最新动态, 期待他们在未来能够呈现更多精彩的影视作品,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感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